那很多臭宝一听我说呢 种球类的都可以地栽 尤其在北方地区很多东西都可以地栽 问到我怎么样地栽有什么小方法 首先给大家说几个比较适合北方地栽的种球哈 也树顶红 还有呢 就是这个郁金香 就老花一现在有的嘛 还有一个百合 马提连也可以 但是呢 一定要注意个什么是呢 在种植的时候 首先这个土一定要把握住 你看 这种种球类的呢 它像大蒜一样 它有个嘎打球 比如说你不能种到一个积水的地方 就是低洼的地方 低洼的地方容易积水 积水的就容易烂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一个是第四 第二个呢 是土壤 大家一定要盖这个什么点呢 你像如果说你用泥土去种的 是肯定没有我们这种泥炭土种出来的根系哇塞的 就是这个土壤一定要松软 有话说我听不懂听不懂的话 我这么给你 我这么跟你说吧 你们也知道沙土地吧 沙土地里面呢 你种萝卜 种花生 甚至说种红薯 那个会长得很好 你要是在这种黑土地里面种 它可能就不挖在了 你说我说的是这个道理吗 为什么 因为 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充足的生长空间 给它蓬大的话 它长不好 你说不是黄土地啥的 不能种 是能种 能种了以后长不大 又跟那个土猪一样 有的话说老爷啥叫土猪 我说这玩意就叫土猪了 就猪领红嘛 我们也有一部分 你看 都弄到这儿了 你看人家进口的那种株猪领红 它长得又大 对不对 球又多 人家在 不是说咱们这个不好是好 就很多东西 我们东北那边 咱们东北那边黑土地 它也很肥沃 它也能长大 但是呢 东北那边又受气温的一个限制 它土很肥沃 但是长不大 明白了吗 所以说呢 你要低灾的话 尽量的土壤要给它搞得肥沃一点 要不然我怎么搞 想省钱的话 可以搞一些粪肥去做改良 你有钱的话 可以买一些泥炭酥 就老花也也会卖 去1比1的混合一下 再加点粪肥这种会长得更好 然后呢 别的也没什么很重要的大事 再一个呢 就是大部分的一个种球啊 在冬天的时候 都是要起起起球的 怎么叫起球呢 就是 入冬之前吧 就要把球给收获起来 秋收嘛 基本上就是10月份左右啊 农历的 我说的10月份左右 或者是9月份 你就得把那种全部给收起来了 收起来第二年再去种 储存的话就像我们一样 就这么储存 放春天再去种 如果说你不去起球 不去储存的话哈 你要做一下防寒 零下十几度 这种东西也能动烂 懂了吗 就是注意第4不要太低挖 第2土壤要肥沃松软 第3的话 能起球起球 不能起球做防寒 光照一定要有 所有的种球都需要光照 希望能光照到有 觉得不错记得点关注 老花一有时间也会给大家种一些个 种球 我在老花一 也花这张衣服 来了是吧 嗨 嘿嘿 嘿嘿